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对此为了照顾南投县民 南投县政府也推出未助金的方案 针对遭受染疫死亡、接种疫苗死亡 以及第一线防疫人员应供遭受染疫者提供未助金 而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及一般民众 更分为不同的标准 第一线防疫人员择一状况来发放 针对这次疫情有关接种死亡的部分 只要你是低收入户 每人是发给新台币20万元 中低收入户则发给新台币15万元 一般的民众每个人是发给新台币10万元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 你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死亡的部分 标准也是跟这种疫苗的标准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在防疫期间 因供而染疫的部分确诊者 那最高是发给新台币10万元 监委员宏达表示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相当严峻 对于本县的冲击也非常大 感谢县府为了照顾南投县民 特别提出未助金方案 因应新冠病毒 南投县也提供未助方案 南投县级的县民因染疫来死亡 以及这种疫苗来死亡的县民 提供未助金低收入户20万元 中低收入户15万元 以及南投县级的县民因染疫死亡的 也提供10万元的未助金 也在这里提醒乡亲如果有不幸染疫的 发生上类的事项 都可以向县府来提出申请 县府表示 这次推出未助金方案 低收入户为20万元 中低收入户为15万元 一般民众则为10万元 记者雄军南投采访报道